千呼万唤使出来 我们看到少数民意的赖金德总统 正式发布了 由卓榮泰先生来担任行政院长 整个内阁我们大家看起来 不但了无新意 而且民进党的格局越做越小 不只整个党只有40%的民意 赖金德先生把整个内阁 已经缩小成其中一个派系而已 我想我们今天看到林佳榮接任外交部长 这个可以担任行政院长的人 需要放到外交部去 而也看到到未来他不会有所任何的作为 我们再一次对赖总统所发布的新内阁 不但不能寄予任何的期待 也表示他用人的范围越来越小 未来整个国家的格局 可能完全落在所谓的赖金德意志身上 所以用类似秘书或者是办公室主任的名义 来接任行政院的院长 正是表示我们国家的双首长制是完全失败的 行政院院长连幕僚长的成绩都不够 只是办公室主任的成绩来接任行政院的院长 我们不只对这个内阁不抱着任何的期待 我们也忧心为了我们的国家 完全贯彻在赖金德一个人的意志身上 会把台湾带向何去何从 而且未来朝野之间是不是更加的加剧的对抗 我端看赖金德是不是能够把一切的这些争执放下 用更宽广的心情来善待台湾人民 来推动两岸和平 我们要再次的表达 在花莲大地震的时候 尤其在这么多罹难者举办头期 民进党的柯总召 却是趁大灾大难的时候 来偷袭来发动假洞 来对一些国民党所提出的案子 来提出这样的一个愿会表决 我们深表遗憾 今天正是要告诉柯建民柯总召 你昨天又发动了假洞 我们今天就来正面对决 我们不会容忍民进党用这种粗暴的方式 在国会过去八年以灌制的独裁的行为 能够继续发展下去 今天国民党跟在野党 会强力的团结起来 对抗压霸无能的执政党 我们再一次的表达 今天该过的案子就要给他过 该解冻的案子就要给他解冻 我们让他们能够到委员会去 能够一案一案的来审查 让很多民意的期待 我们能够正面的回复 所以今天国民党的假洞 正是面对这个礼拜二 民进党柯总召粗暴的对待 我们今天正式要展现实力 我想这个是马总统 打从心里就认为 我们就是中华民国 我们确实就是中华民国 更是炎黄的子孙 所以不管是口误也好 打从心里就自然而然的表达出来都好 我们都了解 中华民国是独立 主权独立自主的一个民主国家 相信中华民国从1949年到现在 还会持续的繁荣昌盛下去 我们守护中华民国 我们跟马总统的心情一样 我们热爱两个和平 此时此刻愿意挺身而出 在民进党搞得兵凶站围的此时 愿意来推动两岸的和平 我们都要以表达高度的肯定 我们再一次的表达 今天是60%的民意 集合在一起 对于过去八年 民进党以暴力多数 强压民众 甚至塑及既往 这种违反联合国两公约 这样的残暴的行为 我们要把它恢复正义 让所有的事实 能够让全国国人一起来讨论 最有感的胶原蛋白生态 即日起快点购全台独家贩售 养颜美容增强行动力 打造有感每一天 小包装好携带 成分天然零添加 无锡药 不含重金属 安心食用 两款包装给你满满胶原蛋白 桃红包装助养颜美容 蓝色包装增强行动力 心动了吗 现在就上快点购一起健康下单吧